大家好我是翁蹦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是我們這一次 極限BOSS 美果蝙蝠篇第14階 手殘玩家的實戰影片 一樣老樣子 這一次極限BOSS 玩家們只要達到第10階以上 如果你是有無傷的話呢 我們這邊就會有獲得1000鑽 一樣是這個隱藏的小東西 就是1000鑽的獎勵只要達到10階以上 如果你那一場是無傷的話就可以拿到 那接著來看一下是我這個手殘的配置 我們目前糖果球這邊是用黃金套裝 然後再搭配的是光的另一端 那我自己法寶卡這個也是還沒有滿的 因為已經對我們的低色漸漸的失去愛了 然後再來簡易的部分我這邊其實只有55% 並沒有說特別的高 黃金套的部分 其實比較多都還是塞簡易啦 那頭的部分啊我這邊是塞BOX綠 然後在搖滾的部分我們這邊是帶這個增益的海盜套 然後在我的增益的話呢 其實也只有60幾%而已 61%沒有到說特別的高 然後再來講一下是哈拉帕餅乾的部分 那哈拉帕其實蠻多的玩家都有提到說 他比較適合的應該是獵人套裝啦 那目前我自己獵人套其實連升都還沒有升 根本就沒有 OK所以我目前的話呢是用白糖的為主 然後再來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我自己目前暴率已經快要頂了 然後再來額外的話呢 其他的話都是塞爆傷 那這個只是電檔的東西啦 最終還是要用獵人套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再來哈拉帕的部分這邊要特別注意 我們這邊升星了之後啊 首先滿星的部分 使用絕招終極射擊之後 4秒內你的那個烈焰觸發的這個效果 爆炸劍會變成兩隻 所以4秒內他的這個傷害是頂天的 所以這邊要特別留意一下 放完我們的絕招之後 趕緊的繼續普攻 所以我們在隊伍上面包含像可能 糖果球的疊層或者是搖滾的增傷 都是要先放完了之後 你再使用終極射擊 因為這4秒的傷害是最高的 然後在其他升級上去之後 變成是說你相關的一些可能翻滾啊 以及還有再來放你的小招 都會有所謂的火花 火花的話就是可以促使哈拉帕 他是可以做所謂的蓄力攻擊的 蓄力攻擊的時候呢 他會有觸發所謂的烈焰的狀態 那我們消耗3層最多的話呢 是可以持續5秒的增傷 就是你普通攻擊在5秒內都會有所謂的爆炸劍 差不多就是打6下普通攻擊左右啦 然後你效果就沒了 那所以待會的話可以看到我手忙腳亂 而且極度手殘的畫面 跟各位來說一下 就是因為畢竟我是一個手殘的玩家 所以如果看起來畫面非常的滑稽 請盡量好嗎 我還是很盡力的 把他打完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可愛的這個極限BOSSOK 好啦那接著就來看一下是我們相關的 實戰影片吧 然後這邊大招 然後再來放招 然後再來大招 小招 大招 1 2 3 4 5 6 集氣 放招 丟個右鍵 我忘記普攻了 這邊 先下個標記 通過來了 我的血量真好 好 放個招 然後再來這邊 大招 好 然後這邊下個小招 集氣一下 1 2 3 有滾大招 好 然後再來 欸 好 毒哥 欸欸欸欸欸 我在習慣 我在習慣抓位置 等我一下喔 有x9右鍵一下 12345 1234 各位 有點手殘請見諒吼 我就是一個手殘玩家 我的天啊 我覺得我已經很努力了 這是怎樣 好 完美 人勒 人勒啦 準備啦吼 哎呀 不對 他是燒傷 完了 他是燒傷 哇靠 等一下 剛剛他是燒傷 好 剛剛那個是燒傷 反正我們打過了 我的天啊 現醜的給各位看 反正我就是 很盡量的已經去把我們的這個哈拉帕辣椒他的這個效果給打出來了吼 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好 我們這樣稍微打過了吼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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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